下面有请诸位贵宾们 一起见证这万众主播的时刻 雨天公司总裁连宇甄先生 SG集团总裁Mr.Kate 即将共同签署 环球娱乐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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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先生 你好 我们怀疑您涉嫌一起非法交易的案件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杰公主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今天是五语圈公司的牵迷的事 我们雷总怎么可能犯错呢 雷先生 我们接到举报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喂 我错了吗 我不知道 雷先生 你不能跟他们走 没事的 我跟你们走 雷总 你不能走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局非 你不要说了 我敢跟他们走 正因为我没有罪 这段期间 照顾好我爸 爸 我去做个笔录 很快就回来 雨震哥 别走 雨震哥 别走 别走 雷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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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伯 雷伯 雷伯伯 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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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救救中心吧 前面的人让下啊 快点 快点 不好意思 大家让一下啊 小心啊 这儿慢点 小心啊 不好意思 驾驶到外面等一下 群飞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群飞 约见 雨天公司总裁雷宇征 在与FG公司签约前即被带走 据悉 雷宇征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 谋取暴力 具体结果上去等待法废裁判决 业内人士猜测 此举会对雨天公司 环球娱乐形象会造成处 火台将其 都是我的错 是我说露了嘴 害了雷总 四季 那些是林向远给的 不能答 林向远 你的意思是 林向远害了雷宇征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天我喝多了 说了好多不该说的 封律师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我很不利 不瞒您说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您 加上您又亲口承认 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 所以说现在对您很不利 这样看来 这老我是做定了 雷总 您先别灰心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 对您有利的证据 您不必再安慰我了 你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 我都是有一定责任的 想要让我完全不承担责任 几乎不可能 我是不甘心 但是只要能保住雨天 我认了 雷总 娱乐城 是我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所有的事情 必须为这件事情让路 是 我相信你们可以找到证据 但是那还需要时间 也需要公司来配合调查 到时候搞得满城风雨 势必会耽误 娱乐城项目的融资和精度 这件事情我认了 只要能够保住娱乐城的名声 所有的责任 我一个人来扛 我来扛 我来扛 就算要坐牢 也有我一个人来扛 我来扛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全非 我希望我猜错了 可见我还在我的意料之中 雷总 是我骨头 不 我不应该喝醉酒 雷总 不然 不然你骂我吧 走吧 不 雷总 我这就去跟蒋亚说 该坐牢的人应该是我 放下 你飞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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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好 那就好 他以前中国 小苏是为了林雨珍的事情来找我的吧 怎么一上来就提他呀 我也不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老同学 你一起喝杯咖啡不行吗 你今天真的是让我倍感意外啊 有吗 听说你借了裙飞一百万买房子 看来最近手头挺富裕的 是啊 天上掉下来一笔横彩 横彩 什么横彩 我之前投资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地段通了地铁 涨价了 转手一脉 挣了一大笔 你说这不是横彩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吗 不要说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脸怪怪的 怎么 对投资房地产感兴趣呢 没有 我就是随便问问 对了 雷雨珍的事情 你 你觉得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他 谁知道呢 外面什么流言蜚语都有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雷雨珍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是吗 何助力啊 何助力 借你钱呢 是我私人的事情 跟别人没关 何必那么着急呢 全非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你干什么这是 千错万错 都是我何清飞一个人的错 我只求你能救救雷子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呀 我不知道你们是受到谁的蛊惑 非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该解释的呢 反正我已经都解释了 其他的事情 我也爱莫能助 失败了 笑语 你混蛋 何俊菲 何俊菲 你冷静一点 冷静点 下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 被告人 原宇天集团总裁雷雨珍 因泄露内幕信息罪 判处拘役八个人 立即执行 不认识 时间是单行道 过去了就不能盗回 这世界没有侥幸 人总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 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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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啊 我叫刘思洋 第一次进来是吧 不习惯 过几天就好了 你自己照顾 怎么样 好 十点接受教 不要给人家洗手 走 怎么样 抱歉 犯人不愿意见你 他 还是不愿意见我 是啊 他还说让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 不过他挺担心他父亲的 他父亲还好吧 请你转告他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很好 你让他不要担心 这个 是我给他带了一些书 还有一些吃的 麻烦你转交给他 好的 我们捡他了之后 会转交给他的 谢谢 不过他挺担心他的父亲的 不过他挺担心他的父亲的 他父亲还好吧 喂群飞 你知道老雷总住在哪家医院吗 群飞 你不是说 今天雨天有发布会吗 你怎么不去啊 我去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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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忽 是 我们为他 Maß 心智 亏 我 害 我 开心 雷玉町 出来给我扳手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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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这地方有点偏 再不走 赶不上车了 一路顺风 再见 那谁啊 没认出来啊 婉华 婉华 对了 是她呀 婉华 这宇宙不在家 这婉华去哪儿了 她呢也到国外了 她怕宇宙一人在这儿 她不放心 跟着一块儿她去了 你到门口去看看她 有没有回来啊 国外好多事没办完呢 等办完了 她们一块儿就回来了 不行 不行 你得去看看 说不定 她们回来了 去去去去 快去 那 行 我去看看啊 快去 你在这儿可别动啊 我去去就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你 玉灯 你回来了 这真神了 老雷总早不让我出来 晚不让我出来 偏偏这个时候让我出来 你看 你看 这不是父子联系 这是什么呀 孩子 你回来了 你可想死段叔了 段叔 我爸呢 老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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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谁回来了 老雷总 余政回来了 你 我的天哪 我 我 老雷总 你 老雷总 闻着 老雷总 你 跟我一遍 别人 算了 你 老雷总 他 我马上准备行 太好了 爸 爸 来 再洗脚了 来 水烫不烫啊 爸 以后 我哪儿也不去了 就在家陪你 是 小时候 都是您在照顾我 现在 也该我孝敬您了 怎么了 你不是我儿子啊 你是谁啊 爸 我是宇峥啊 不 你 不是你 我 你 是 你 是 我 你 是 我也 你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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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了您 是我害了雨天 您打我 骂我 我都没有怨言 但您不能不认为啊 雷 雷允忠 太好了 真的是你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见到你爸了 是不是 你爸把你赶出来了 其实你不是第一个被赶出来的 他赶出过来好多人哪 裙飞 段叔 还有 还有我啊 我是他亲儿子 你也不能怪他 他有的时候清醒 有的时候啥都不记得了 这是他的病造成的 你先起来吧 外面怪凉的 我现在不能进去 你也别进去了 说不定你一回来 他一高兴 里头有段数就够了 为什么 我不想刺激的 小松 谢谢你这段时间 每天来我家照顾我爸 我现在既然回来了 我想我有能力自己去照顾他 不是 听明白了吗 梁宇峰 雷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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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跟上前面那輛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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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了 你想说什么 刚从监狱里出来是吧 你觉得监狱这词不好听啊 你在照顾我的感受是吗 杜小苏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现在看着我的目光 这算什么 同情 不 是可怜我是吗 我不是同情你 我也不是可怜你 我是在关心你 因为在我心里 你还是以前那个雷宇正 你胜无转世吗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我去看你的时候你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对我还是这个样子 你接受我对你的关心就这么难吗 杜小苏 你的关心在我这儿 纯属多余 好 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我今天管定你了 跟我回家 走 你起来 你见过我爸吗 我爸现在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是我 是我爸妈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脸回去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是因为脑中风的后遗症 你自己都知道 这种病 好的几率几乎毁灵 你 走 我自己追死是我自己的事 你走 雷宇正你伤心你难过你委屈 我都理解你 可是你是一个男人 你就是要扛起这份责任 你爸现在已经这样子了 你在这儿怨天怨地怨自己 有用吗 你爸就能好起来吗 是 你现在是挺难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家 哪个人没有一点难处 你要喝是吧 我陪你喝 你疯了 你不是也疯了吗 要疯咱俩一起疯 我 杜亚苏 你到现在都没明白 我是为了你好 我 我是个衰新 谁接近我 谁就倒霉 这件事真弱 现在是我爸 滚 我是不会走的 要走 要走咱俩一起走 那天 那天 再重复一遍 怎么 害怕了吧 杜小苏 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雷雨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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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经过多少时 现在的话 什么都做得出来 纠缠 你的爱是落在枯萎 永恒的泪滴 绽放出最悲伤的泪 你 想念在你黑色漩涡 那双眼睛 你追我 悄然 不醒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你想做什么 我都陪着你 我可以 打 哇 父母 你怎么乖妈妈 他打碜的 弓甲 谢谢她的儿子 准备了 回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 要排除非常好事 生日快生 妈 那儿子 秒出你的秘密武器 真不好意思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 爸 爸 咱们吃饭 来 您多少吃一口 别烦 我看电视呢 爸 我亲自为您下厨 您多少吃一口 你谁啊 爸 我是您儿子 我告诉你 我儿子叫雷雨珍 他才狗问 别来烦我啊 来吧 谁让你来烦我呢 老头 您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了 我又没让你来管我 我是您儿子 我是您儿子 雷雨珍爸 儿子 你是雨珍 是 我是您儿子 雷雨珍 你真是我儿子 是 爸 你总才回来了 爸 雨珍 雨珍啊 爸 你总才回来了 棉花糖呢 您是不是想吃棉花糖了 胡说八道 你这棉花糖哪能吃啊 你把棉花糖吃了 谁给我玩 糖来了 老雷总 好 棉花糖 棉花糖呢 爸 您手上不拿着的吗 雨珍 老雷总说的棉花糖指的是杜小姐 小苏姐 你等一下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回来再说 我先去趟老雷总那儿 姐 我都憋了好几天了 今天非说不可了 您要再不管 咱工作室可真的要关门了 关门 什么意思啊 最近房地产市场不好 没人买房更没人装修 再签不下单来 账上可就没钱了 刘总那边呢 刘总那边的钱到了没啊 刘总挺挑剔的 给的方案一直过不了 那赶紧给我看看 雨珍 你不知道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 都是杜小姐伺候老雷总 她呀 经常给老雷总买糖 老雷总 就可以起个外号 棉花糖 段叔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这件事情 你以后就不用再麻烦杜小苏了 行 你放心吧 雨珍 雨珍 儿子 快来 雨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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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